大家早安 新的一週新的開始 今天禮拜一 很開心每天早上8點鐘 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因為我會跟大家講 每天當中你最需要注意的 投資大小事 也就是說 關於今天的台股市 你需要注意什麼事情 關於今天的產經的焦點 你需要注意什麼事情 我想都會在今天的節目 跟大家一起來做說明 好 節目一樣 一開始跟大家來念一首詩 代表現在散戶的心聲 以及我想跟大家來講的事情 這一首唸給大家聽 郭雲 江 也 賀 起向人間駐 差點念人間王 起向人間王 莫買臥舟山 食人已知處 好 這一首詩 簡單來說是什麼呢 就是他送別的一個 長年認識的好朋友 然後他告訴對方說 我想到人很多地方去住 我想到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去住 那邊人比較多 住起來比較舒適 這就像什麼概念 有一句話 投資名言叫做什麼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最後一句是什麼 食人已知處 大家都知道的地方不要去 好 所以回歸到投資 大家有沒有覺得最近 好像焦點很熱的地方 好像就會回檔 大家都在討論的股票 好像就會回檔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時候應該怎麼選擇 這個時候應該怎麼投資 就聽威恩老師今天節目當中 怎麼跟大家來講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五的美國股市 其實表現還算OK 道瓊 S&P500 納斯達克跟費城半導體 這四大指數分別都是呈現了上漲 然後納斯達克跟費城半導體 漲的這個點數 相對來講就漲的比較多 漲的大概2個percent 甚至費城半導體漲了2.61個百分點 漲幅算不錯 那再對照這個台子期的夜盤 我們來看一下 對照台子期的夜盤 其實在禮拜五的部分漲了76點 相對高點在20266 所以其實原則上 今天的台股大概分為幾個焦點 我想第一個當然AI還是一個重點 然後禮拜五的時候 IPC制裁開始有所反彈 比如說世新創意志源 這些開始有反彈 再來是航運航空類股 這個跟觀光旅遊就比較接近 而且今天我想觀光旅遊也會有所表現 為什麼因為有一些利多的消息 再來第四個重點族群 儲能族群 所以現在的產業的牌面上面 大概就看這四大族群 好 這四大族群你會發覺其實 薇老師一直跟你講 好像講了兩三個月以上 當然AI講得更久 觀光的族群我們是從大概 觀光跟儲能我們大概是從三月底 四月初左右 開始跟大家講你要特別去做主意 有些股票真的就漲很多 比如說像最近漲的長榮航 最近漲的亞利 最近漲的三富 最近漲的五福 好像表現都不錯 對不對 那今天可以買什麼股票 大家就特別做留意 好 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繼續再講 好 我們先來看道雄的指數 其實道雄指數 從這一波的行情上面去看 大家可以發現什麼 台北股市其實是很強勁的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對照 來 我開給各位看 你看 這個是台股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台股的K線 這是大盤 台北股市的大盤 好 那我們再看美國股市 來 你看這美國股市 這個是道雄 其實已經修正一段時間 再來我們看 這個是納斯達克 其實也修正一段時間 但是呢 禮拜五出現一個反彈 似乎有這個主底的味道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短底 打得滿漂亮的 對不對 之前是往下殺 跌到這裡之後 上去下來再上去 這個底打得滿漂亮的 這個是納斯達克的指數 那我們再看 費城半導體 它算是更強勁 它是呈現什麼 V轉 呈現V型反轉 可是如果你跟前面的高點比起來 這個5217 它的低點在4288 所以其實啊 它回檔的幅度也算深 所以其實 這一次來講 台北股市是比美股更強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以前都是美股帶台股 現在呢 好像是台股去影響到美股喔 算是不容易啊 特別是關於台積電的ADR 表現就很強勁 那如果說美股的一個 禮拜五表現比較好的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Google Google 這個 漲了多少 漲了100 漲到176 這是谷歌 它禮拜五出現跳空大漲 那為什麼跳空大漲 那為什麼跳空大漲 它財報公布非常漂亮 那其實我記得在 禮拜五的節目當中 上禮拜五的節目當中 我跟大家講 它的盤後漲了12到13% 那正式交易漲了大概9% 這Google的表現也是不錯 往上做一個大漲 所以其實今天會搭配一個新聞 這個雲端相關的產業 所以在台灣要設立擴大資本支出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這個產業的消息也是蠻重要 所以今天雲端相關的概念 當然就是跟AI有關係 這個是可以去留意的 再來是輝達 輝達也漲了6個百分跌 表現也不錯 但是有漲也有跌的 Intel也是跌 跌了8% 它在禮拜五的 我們可以知道說 算禮拜四的盤後吧 禮拜五早上的節目當中 我們跟大家講 它的盤後出現了大跌 果不其然 禮拜五的正常交易 它就出現大跌 但是你注意 它是收一個什麼 收一個十字線 不過原則上面來講 Intel的走勢算是很弱 一路往下跌 所以你現在答案很清楚 產業主流還是在AI 但是AI PC就要稍等一下 為什麼 因為Intel是晶片 還有晶圓代工 可是它的晶圓代工 贏得過台積電嗎 很難啊 加上說台積電 現在進入到什麼 I米時代 之前都是奈米 現在台積電的技術 跨入到I米 就是說比奈米再更小 再小個十分之一 所以那個技術是 三星跟Intel幾乎是 目前來看短時間 絕對沒有辦法跟上的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AI還是主流 但是主流當中 它還是有細分 AI有分散熱 有分所謂的IP 還有分所謂的伺服器 記憶體等等很多的 那AIPC還要再等一等 這個是現在大家要去注意的 的一個相關的重點 好 那我們再看 好 我剛剛講嘛 Google的大漲 我們再回頭看這邊 有沒有 Google大漲對不對 那今天剛好搭配這個AWS 重大的投資 這個現在亞馬遜 亞馬遜的這個雲端 它講什麼呢 資料中心要在哪裡 落地台灣 對不對 這個是AWS就是亞馬遜 我們來看一下 對不對 這是之前的一個訊息 所以其實我們沒看到說 這樣的訊息之下 其實對於接下來的一個發展 我覺得會有很大的注意 那另外再看 三大雲端廠商 對於台灣的投資 包含像Google 包含像微軟 包含像亞馬遜 其實對於台灣的投資 我覺得都是很明確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所以其實對於整個 AI的產業上面來講 我覺得也是多多益善 只是說你現在要去區分 我剛才講 你到底是要投資伺服器的 還是比如說什麼手機 還是消費性電子 就不太一樣 這個邏輯大家要了解 就不太一樣 好 我們再看 另外這個訊息 這個是在假日的時候 28號 假日的時候 馬斯克 我們看看這位 馬斯克 他去會見什麼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 那裡面講什麼呢 馬斯克希望 中方允許特斯拉使用全自動駕駛軟體 這個FSD 全自動駕駛 當然這個後續還沒有確認 也就是說他提出了這樣的需求 提出這樣的想法 但是還沒有得到正面的一個所謂同意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會激勵到什麼 激勵到今天AI股票上漲 也就是說今天你看到這個消息 看到這個消息 不是去追什麼車用零組件 不是喔 還是在AI 為什麼 因為全自動駕駛這個東西就是用到AI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什麼叫全自動駕駛 Level 5 現在特斯他這個叫Level 2 什麼叫Level 2 就是他有一些比如說盲點偵測啊 然後倒車會偵測有沒有行人啊 然後前方自動跟車 大概這些功能 那何謂全自動駕駛 就是人都不用去開 你人就坐在裡面 甚至連什麼 連方向盤都不用啊 這個叫全自動駕駛 我覺得這個是 申請中啊 我覺得很難說一次就通過 可是這個會不會激勵到今天的盤面會 一樣是AI相關的盤面 甚至是軟體相關的股票 這個就有機會做表現 這個大家可以從這個新聞跟消息當中 去做一個延伸 大家可以去看 再來這個也是重點 觀光啊 一樣 這個路開放什麼 福建賦馬祖旅遊 對不對 不必等到520 好 這是28號 禮拜天下午12點44分 不過我覺得這個消息 今天一出來 來有一檔股票 我沒跟各位講很多天嗎 來 2745伏 這我們已經賺四支漲停了 這一檔股票今天再開高 各位同朋友不要再追了 為什麼 他已經利多提前反應了 我們前面買在哪裡 同朋友我們看一下 我們買在哪裡 我真的必須跟大家講一下 來我們五幅買在哪裡 已經四支漲停 我們24號節目開盤前 我就跟各位講 今天已經到29號了 他已經反應五天了 五天以上 而且股價有沒有漲 股價已經漲了 我們已經賺多少 已經賺四支漲停了 其漲點低根我們就進場 對不對 所以今天這個消息 勢必會讓他有利多四支漲 但是呢 這個地方 我是不建議再追 為什麼 就像我今天 這個什麼 開頭這個詩 就跟大家講什麼 人多地方不要去 今天很有可能會短線利多輸進 OK 我先講 因為 行行總是在幹嘛 實現的時候 短線就會利多輸進 所以今天的觀光股票 我不是很建議大家追 再來 長榮行一樣 我們也是前面就進場了 禮拜五是不是大漲 來 我們看一下 禮拜五的長榮行 這表現很強勁 來我們看 2618 有沒有也是大漲 各位對不對 我們也是提前卡位佈局 再來 各位你看 4月26號禮拜五 恭喜會員佈局2618長榮行 大漲6.7% 觀光搭配航空 旅遊一條龍 這股價還是很強勁 也是漲 不過原則上 這兩檔 我們剛才講 五福這個 因為今天利多見報 有沒有 利多見報 我再叫你去追 這就不是一個 一個專業的分析師 該做的事情 如果我今天看到報紙 利多就跟你講 航空很好趕快去追 觀光很好趕快去追 那就沒有專業 我們是不是提前 4天以上 請你佈局 今天出利多 我說真的 我不建議你追 可是如果你沒看到節目的 觀眾好朋友 我就很擔心你 好不好 所以你趕快來 趕快跟我們做聯繫 你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或是今天要買什麼股票的 加我的LINE 或是播電話進來 都可以 那你看 所以這個消息是 驗證了我們之前的佈局嗎 不是嗎 驗證我們之前的佈局 為什麼文老師能夠提前做佈局 這一定有我們的專業判斷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先佈局這些 觀光航空的股票就是如此 好再來 聯發科 首季EPS19.85 七季新高 所以聯發科跌得很深 今天有機會反彈 因為這個是EPS表現不錯 再搭配今天的費城半導體 納斯達克表現不錯 他就有機會做反應 好我們再看 所以我們剛才講 這個台積電 Intel跟三星 這個iME的比較 那簡單來說是什麼 我們就看這三家公司 都是國際級的公司 台積電 然後Intel這個14A 台積電叫A16 然後Intel叫14A 三星叫做SF1.4 這個都是他們的iME世代 現在不講奈米 要講iME對不對 可是誰的速度最快 台積電 量產時間2026年 Intel是2027年 三星也是2027年 而且他們這兩個2027 什麼時候不知道 所以台積電的技術 還是遙遙領先 所以這些相關AI股票 我覺得還是有很大很大的機會 大家可以來做一個留意 所以各位你看 其實個股的操作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你現在要留意什麼股票 那我們操作邏輯就是這樣子 就是三個位置 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 你看我們跟各位講過這些股票 其實你只要把握一個原則 這三個條件都有 其實個股的表現 它就會幹嘛 它就會強勁 來比如說我們跟各位講的 這些相關的概念 來 像最前面講的 有沒有 一開始 記得嗎 4月20號 那個時候大盤大佳 怕得要死 我跟各位講 台子級正價差就要反彈 結果連續反彈多少 反彈了800點 對不對 來我們再看 然後廣達 我們前面也跟各位預告了 它是不是算高 是往上漲 再來 有沒有 航空我剛才講 長榮航五福 這我們剛才講過 再來 6188廣民 機器人 機器人也是AI產業的其中一塊 這個大家要去做留意 因為今天 我覺得電子股的表現應該會不錯 然後 重電的會稍微再等一下 因為資金被吸引過去 因為之前 重電資金太高 大概將近三成 兩成多 可是就那幾檔股票 就像我們雅力 各位同學們看 我們雅力賺多少 賺五支漲停辦 雅力 不只喔 6支 6根獎 那時候雅力賺了 五根漲停 6根漲停 那到了現在 是這樣子 我跟各位講 你看 什麼叫三國一體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基本面 台電強任電網計畫 技術面 它MSE是販多 你甚至用KT指標看也可以 只要呈現黃金交殺 開口向上 它就是機會 再來 籌碼 法人有沒有經常買進 大戶有沒有經常說多 你只要這三個大戶 它搭配起來 個股的操作 我想都不會是什麼 太大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其實這些相關的個股 大家怎麼做操作 原來上次是這樣講 你看一下 哪有跟大家講 因為最近還有一個 蠻重要的議題 我覺得要跟大家講 就是高股息的換股 因為高股息最近 現在四月份 五月份陸續 一些成分股票 比如說什麼00944 或是其他相關的 高股息ETF 陸陸續續未來 要嘛要募集 要嘛要換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最近有一些股票開始漲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這個6176的瑞儀 之前是不是高股息納入 漲了一波 然後整理很久 然後突然又漲 那你要代表什麼 它必須記錯面很好 高股息加營收成漲 這三個條件 如果同時符合的話 它的表現就會相當強勁 好 所以原則上 我們來看 它的殖定率是多少 5.65% 現金股利發10塊 以2023年EPS11塊35 上個禮拜股價大漲 還有沒有類似的標的來 還有沒有類似的標的 加五的來 加五的來 有哪些股票 會被換到新的高股息成分股 有哪些股票之前是蒙成珍珠被低估 大家就要好好把握 你看我特別列出來什麼 他們的現金股利都很高 包含像這個 賺5 EPS都不錯 然後發了5塊 8塊 12塊 3塊3 殖定率多少 都有5%左右 所以你想掌握接下來的投資消息 你想要掌握下一波 投信換股的標的是誰 加了我們的Light 帳號在下面 小老鼠MORE888 先做加入 先做輸入 先取得這份重點資料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邀請大家加入我的Light 你加入Light之後 你可以先來看到這份重要的一個資料 我們來看圖卡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最近投信 開始這個ETF開始陸陸續續 準備做換股的動作 所以什麼樣的標的有機會 錄列他換股的參考依據 第一個當然殖利率要高 第二個現金鼓勵不能夠差 第三個營收要成長 我想這些相關的標的的話 我覺得就滿值得大家 後續再做一個留意 因為這些相關的資料 我想未來都可以做驗證 我想我們之前給過大家 很多的各式各樣的一個什麼 分析的一個報告 不管是AI產業的 然後觀光產業的 軍工產業的 我們都給各位看過 績效大家都驗證過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說 現在的行情 大家如果說不知道該怎麼操作了 先加入我的Lite 先不管你有股票的問題 大盤的問題 手上股票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不知道該怎麼買 買什麼股票的都很重要 那就可以先來Lite上面做個詢問 OK 接下來 我們來看股票 你先加入我們這個帳號在下面 小老鼠MORI888 取得這份被投信向中的三優股 好不好 很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股票 第一個當然我們先從AI族群上面來講 因為我剛才有講分四個族群 AI 重電 觀光航運 以及IP相關的股票 好 當然台積電毋庸置疑 還是天治第一號 最重要的一檔個股 大家去看一下 當然現階段上面來看 它其實今天面臨到這個 空方缺口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覺得這個個股的部分 現在就是還是進入到整理 還是進入到整理 那誰比較強 像這個散熱的 這個是齊鴻跟雙鴻 這兩檔股票可以一起看 原則上就是 目前這兩檔就是區間 區間偏多 區間偏多 3324的雙鴻 也是類似 區間偏多 那他們的一個狀態 已經慢慢越來越好 不管是KD指標 MACD 還是法人的買進 這些標的其實你看 陸陸續續你看 他們股價的走勢是 越來越強 那當然今天我覺得 雙鴻就留意 他有沒有機會 再往他的前高 873塊做挑戰 因為其實這兩檔個股的走勢 是非常的一個接近 那我們再看伺服器 238的廣達 我們在這一天 跟各位講要注意 前一天 隔天公道漲停 再來這兩天 他也會開始整理 為什麼 他會進入到這邊 短線的什麼套勞賣押 各位知道嗎 這邊 所以今天的廣達也很重要 他這裡會進入到什麼 區間的一個震盪 好我等下會跟各位講 什麼股票今天有機會漲 剛剛講的這些都是區間震盪股票 比如說我們再看8996的高利 今天這個因為他也是散熱族群 所以他其實距離他的前高 401反而更靠近 所以今天如果族群上面來看的話 反而這個散熱族群還相對來講 更有一個機會 那我們剛才講廣達 再來看3231的偽創 那偽創就相對來講比較弱勢 不過如果從基本面的角度上面去看的話 他現在的價值原則上 我們看喔 他現在的本益比大概落在27倍 其實也不高啦 以AI伺服器的股票來講 再加說什麼 他的KD指標低檔呈現黃金交叉 你若切MSED看也是有類似的狀況 所以原則上這個個股也有機會做一個反彈 那2308的台達電 這個底型也慢慢打出來了 3363的上全有沒有 這底型也慢慢打出來的 再來散熱軍片2486的這個一全 這股價也是往前高做挑戰 77.8 所以他也是屬於散熱相關系列的 6125的廣運 這個也有機會往前高做挑戰 95塊6 8210的情城 今天他創高來到303塊 這有點算是領先指標啦 然後微影 這個是比較偏向區間 所以AI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現在就是比較偏向區間 散熱的部分是有機會創高 那如果說是低基期的股票 3661的四星 這個整理躺很久了啦 這躺的有夠久 禮拜五好不容易往上漲 那但後續上面來看 法人其實在禮拜五啊 開始做買進 開始比較低檔 黃金交叉整理很久了 這個IP族群就可以留意 那3035的致遠也是 這個也是跌得很深啊 所以有句話叫什麼 先死先升 對不對 這些股票最先漲 然後你最先跌 現在呢 慢慢的有機會做一個足底 然後2454聯發科 剛才有講他的一個EPS 將近20塊 表現很好 他也會有機會 所以我們剛才看 像長龍航 講到航空族群啊 今天的表現 原則上 開高我是不是很建議大家在追啊 重電族群 比如說像大同 甚至1609的大雅 這兩檔短線的部分 也有機會 做一個反彈的動作 所以呢 操作部分我覺得 心要大 獲利才會大 不知道該怎麼操作 歡迎跟我們做個聯繫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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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